新的朋友开车上路总是判断不好车距 在咱们这种山路汇车 遇到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就这 我停车让他先过 他也停车让我先过 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做法 就会在心里来上一波物理攻击 新的朋友要想在咱们这种山路 极限汇车和不刮赛 其实你可以试试这些方法 它能让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气自律 那么大家不要问 先找出咱们的这五个点 第一个点A柱夹角 左侧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咱们方向盘 九点钟的位置平移过去的这个点 第三个点咱们方向盘 正中间的这个点 第四个点咱们方向盘 三点钟平移过去的这一个点 第五个点是咱们方向盘 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之间的距离 然后咱们给它标出来 标出来以后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分别测量出这些点 和咱们C之间的距离 我们找一条咱们这种白色的这个标线 先用咱们的第一个点 扫着咱们的这个白色标线走 当我们的车身和咱们这个标线平行的时候 我们停车 然后我们下车测量一下咱们的这个车距 咱们可以看一下 此时我的车身系咱们的车轮 正好是60厘米 那么咱们记一下 然后我们再记一下咱们后视镜的这个距离 大概是两指的位置 对不对 那么就是60 然后我们测量我们第二个点 扫着咱们白色标线走的距离 此时我们的车身距离咱们这一个白色标线 是20的距离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继续来测量第三个点 来 给中间 让它扫着咱们的这个马路压子走 然后我们下车看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下 此时我的这一个车标 正好是压在咱们这一条白色标线上的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是我这个车辆的中心点 然后我们再来测咱们的第四个点 扫着走走一段距离 然后我们停 我们下车量一下车距 咱们的车身 记咱们这个白色的标线 也是20厘米 大家也要记一下 接着我们测量我们第五个点的距离 也是把我们的车子 顺着白色标线往前开 当我们车身和旁边的这一个白色标线平行 的时候我们下车测量一下 来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 此时咱们的这一个白色标线 记咱们车身的距离 也是60厘米 那么我们也是要记一下 这些点测完以后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把我们的车子往前开 让我们的这个点 扫着前方车轮底部走 来 当我们坐在车内 看到我们的车头和前方车辆车头重合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点在什么位置 第一个点在旁边车辆大灯以下 那么我们都要记一下这些点 然后我们把车开过去 发现我们的车身和旁边车辆的距离 正好也是20厘米 但是20厘米的距离 大家要记住 我们的这个后视镜 可能会和旁边车辆的后视镜有刮碎 所以大家在汇车的时候 要注意咱们的后视镜 避免咱们的后视镜刮碎 知道了我们的这些安全点以后 我们再来展路汇车 是不是就特别的简单 首先我们要先测量一下 咱们这条山路的穿度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的最左边的安全点 和最右侧的安全点 重合在咱们的这个路面上 那么说明 这条道路除去我自身车辆的 车身宽度以后 它只多出来1.2米 那么如果一条汇车 我们是不是就过不了 必须让旁边的车辆接一点到 至少要多出来 30到40厘米 我们才能这个过 那么我们在一道前面这里 需要汇车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迟到我们过不了 它也过不了 怕上我 贴的再近也没有用 因为这条道路 本来的宽度就不够 所以我们只有选择把我们的车辆往后推 推到这里 我们让它接到 你看那里垫了东西 它把它车开进去以后 我们的这一个车头 基本上是能过了 咱们首先 咱们右侧的极限点 扫着旁边的马路牙子走 然后咱们的左侧 看一下这个点 是不是也是扫着旁边车辆的底部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点 是不是在旁边车辆大增一下 是 那么我们的左边安全 右边也安全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车直直的往前开 新手朋友在窄路汇车 判断不好车去 都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我是小哥 如果这个方法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